開頭呢 我還是要把這個課的一些大概的情況介紹一下 蓋茂介紹一下 第一堂課來的人總是比較多的 後面這個不會那麼擠的 好 這個因為我們學習的是光學嘛 所以就了解一下這個光學在我們的生活 或者是說在科學技術領域 以及物理學裡頭 它的母系地位 譬如說第一條關於人類 關於自然 關於近代物理 關於現代科學技術 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把這個窗戶關一下 我把這個窗戶關一下 這個來源希臘文 這是他們的一個磁組的一個字頭的一個組合 那麼What is seeing 所以它的含義是這個 所以那個視覺學 是最早發展起來的一個光學分子 那也就是我們先前所接觸到的 或者說中學裡頭所接觸到的 方大鏡啊 望遠鏡啊 顯微鏡啊等等 這些呢都統稱為注視光學儀器 就幫助我們人類 擴展這個視覺的能力 讓我們看得更遠 看得更清楚啊等等 那麼這個視覺的話 當然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 器件就是眼睛了 所以說這個現代呢 對一個視覺的理論啊 在光學裡頭也很受重視 很受重視 比如說體視覺 比如雙眼的那個視覺效應 體視覺 還有色視覺 還有運動視覺 大概視覺理論呢 這個 就是要考察研究 這個 我們眼睛看周圍的視物 它的體效應 色效應 和運動的一個 一個視覺 那麼 之所以 對視覺的理論 現在有很感興趣 因為它關係到 新一代的一個電腦 的一個研製 嗯 關係到這個電腦 能不能做到人腦化 人腦化 嗯 那麼最近的昨天晚上 李遙沒有說 他只是說自己是末代的人腦 是吧 而不是電腦 是吧 他沒有說這個 這個電腦的以後的發展 能不能這個 達到 人腦 因為這個 人腦和電腦的一個區別 從現在來看 就常常提呢 就是人腦有一個識別和學習的能力 嗯 就是有概括啊 判斷啊 推理啊 這樣一種能力 那同學們也許覺得 我們現在電腦也能學習很多東西啊 是吧 那是一種專家路線啊 是已經設定好了的一個軟件 嗯 而不是現在我們真正意義上頭的 一個 嗯 人腦啊 對一個複雜事物的一種 一種概括 一種判斷 一種推理的能力 而甚至可能 它是因人而異 啊 而不是一種模式 一種專家路線 一種軟件 這個program下頭的一個一個結果 譬如舉一個例子 嗯 那麼 繁華的路口 我們過馬路 啊 赤水馬龍 嗯 那麼我們人怎麼 來保證自己過去安全 吧 那麼左看看 右看看啊 距離速度 很快 幾秒鐘 就說決定 我現在可以過去 我現在還要等一等 嗯 嗯 這就是一種識別和判斷的能力 那麼這件 這件事情 如果讓 電腦來完成 嗯 那在上個世紀 大概七十年代了 啊 美國總統的一個科學顧問 啊 好 他就說到 這件事情 如果讓 電腦去完成 從當時的容量和計算速度來說 他說這個電腦 這個數量啊 啊 可以鋪展整個 加利福尼亞洲 就說明呢 就是說我們通過視覺啊 通過思維啊 過馬路判斷幾秒鐘解決問題 嗯 人腦 嗯 我不知道現在電腦 有沒有這個 這個 呃 這個功能啊 嗯 對 那麼從信息企業的角度來看 啊 就是說我們這個五官 里頭當然有視覺 有眼睛啊 啊 那麼人對外部世界的一個認識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信息 是通過眼睛而收集進來的 眼睛是一個影像的一個窗口 這個從生理上來說 當然還不包括這個通過眼睛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一個心態 一個心神啊 一個心靈的窗口 嗯 所以光波作為一個信息的一個載體 那麼具有它以下的一些特點 波長很短 頻率極高 光速極大 而且呢 有直接的一個視覺效應 這些事情都是好理解的 另外我們從這個探索這個物質世界的角度來說 比如說通過一個一個物質 它的吸收光譜 發射光譜 閃射光譜 眼色圖樣 可以來探測這個這個這個V光的一個物質結構 同樣的我們可以通過望遠鏡 紅外的光學的 射電的 還有激光的這個測距等等 可以探測一個宇宙空間的一個一個結構 那麼哈佛網文已經發揮來的一些圖片 是我們對這個宇宙天體有更深更遠的一個認識 所以 這個美國光學學家這個麥克爾森說 光是探測無限大和無限小的一個強有力的一個手段 是為人類溝通紅光V光和雨光三大世界的一個最神速最機靈的一個性質 這是我的概括 那麼現在懂得物理學史的人 普遍的有一個看法 就是近代物理起源於光學 起源於光學 從黑體輻射到普朗克能量子概念的提出 從光電效應對愛因斯坦光量子概念的提出 從氰原子線狀光譜結構到波爾原子結構假數的提出 從幾何光學的非馬原理和分析力學的最小作用原理的相似性 提出了物質波 提出了物質波 W波的提出 從麥克爾森 從摩爾森實驗的零結構到光速不變院裡 那麼這個大家也知道 是下一相對論的兩個基本假設的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三個世紀之交的物理學革命 近代物理的兩大制度 量子論和相對論的形成和發展 多和光學 息息相關 好 這就講了這個很粗淺的很概括的講了一下光學 和方方面面的一個聯繫 那麼我們現在再搜索一下 再看這個光學的學科 各個分支吧 先從這個中心開始看 那麼就像電磁波一樣 也有發射的 也有傳播的 也有接收的 發光傳播和接收 那麼從發光的這個部分來看 顯然涉及到光學物質的相互作用 其實從接收的角方面來看 也是涉及到光學物質的相互作用 那麼在這裡呢 常常分出所謂的分子光學 量子光學 特別是接收的方面 就所謂光電子學 光電管啊 光電被針管啊 光電轉換啊等等 涉及到我們 涉及到一系列的光學的器材和技術 而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這個課程 這兩頭的問題 發光和接收的問題 都不是我們 所要討論的 所要討論的一個主要內容 而我們的主題內容 是研究光的傳播 光的傳播 研究光的傳播的規律 那麼這個呢 這個歷史的發展呢 常常形成所謂的幾何光學 和波動光學 波動光學 那麼波動光學的內容相當的豐富 比如說通常講的 微相來講的 那就是光的乾色 顏色 偏正 比較學術一點 來考察的話 涉及到光場的時間相關性 和空間相關性 標亮波的顏色理論 相的形成和處理 就所謂的光學信息處理 還有全息數 全息數 還有作為相值評價的 一個光學傳遞函數等等 這一大塊的內容 就構成了我們這本課 的一個主題內容 就所謂的現代基礎光學 現代基礎光學 也就是說 我們是研究光的傳播規律 在光的傳播的空間裡頭 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各種各樣的場景 當然會聯繫到一些典型的應用 以及這個近代的發展 現代的發展 那麼全息數這些都可以概括在這裡 極光也都可以概括在這裡 當然了 光或者是光學 從一開始 人們就一直注視 這麼一個問題 光是什麼 光的本性 一直關注這個問題 直至今日 從歷史源頭 一直延續到今天 那當然從這個物質結構 在一個現代的一個標準模型來看 就所謂光子的概念 它是屬於規範的一個波色子 它是來傳遞電磁相互作用的 或者說電磁上的量子化 它的量子就是體現在光子身上 但是在整個基本粒子的大家族中 光子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不僅它是一種傳遞子 而且它的靜質量 靜質量等於0 那麼現在的物理理論 一直是這麼認定的 但是從實驗物理學家的眼光來看 光子靜質量等於0 是不是絕對的正確的 是因為它很小很小 這個我們還觀測不到 它是說它就是0 就是0 那麼也許同學們在學電磁場理論的時候 電磁學的時候已經知道 光子靜質量是0還是非0 是光系非常重大的 是一個絕不能等弦四值的一件事情 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麼就會導致真空有色上 真空有色上 就是說即使在真空裡頭 這個電磁波的速度 光波的速度 也不是橫微C 它就和頻率有關係 頻率有關係 會導致真空有色上 那麼我們這本書的最後一章 會根據天文觀測的一個數據 來考察光子靜質量 如果它不等於0 那麼它有一個上限 大概在10的-46千克 就是說天文觀測上 都發現了一個脈衝性 它向地球 同時發射了一個脈衝的一個短波 是光波 還有脈衝的一個長波 是4頻波 結果發現了這兩個波到達地球 有一個時差 有1.27秒的時差 這就奇怪了 都是來自一個脈衝性這樣一個輻射源 只不過一個長波一個短波 怎麼會速度不一樣了 有時差了 那麼對這樣一個觀測線 數據觀測現象 有兩種理論模型 一種人認為從脈衝性 6300光年這樣一個遙遠的一個距離 到達地球 雖然絕大部分空間 是這個好像是一個真空的 但是也不能排除宇宙的粒子 自由電子 自由電子的色上 可能導致這個1.27秒的一個時差 當然這個可以考察一個介指的一個色上 那麼我們也是可以算的 還有一種理論模型呢 就是說 就認為是這個算出來的結果大概是 每平 每一粒方厘米裡頭 有這個幾百個 幾百個自由電子 平均的密度 在這樣一個遙遠的一個距離 這樣一個空間裡頭 為了解釋這個1.27秒的時差 那麼認為是自由電子的色上 做成功的 平均的自由電子的體密度 就是一個立方厘米裡頭 就是幾百個吧 這個我們可以算的 當然這個我們學了熱血度知道 通常在氣體分子裡頭一個立方厘米 多少個分子啊 總得十的二十來次飯吧 對吧 所以這個很細胞很細胞 還有一種理論模型的說 乾脆 我不認定是一個自由電子色上倒成功的 我就認為是真空 只不過我要摒棄光子靜質量為零 我認為光子有鏡質量 好 這也能夠推演下去 最後推演下去的結果 是在-46千克 10的-46千克 那麼等等吧 這個我們可以從經典的那個 色上理論頭給解釋 好了 這個 那麼現代光學的提法 也是頗為流行的 那麼它的一個標誌性的 一個重大的成就 就是這裡羅列的 四條 1918年的全系溯源裡的基礎 1955年的光學傳遞函數 作為項值評價標準的一個趨力 就是這條 它的意義就在於 這個傳遞函數的概念 是在電子學電路裡頭 在通訊網絡裡頭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甚至你們在學習這個力學 學習誤差的時候 都有所謂誤差這個傳遞的一個 一個函數 那麼能夠把它引入光學系統 而且作為評價一個 成像的一個質量 因為你知道成像的問題啊 始終是光學裡頭的一個 應用裡頭的 應用光學裡頭一個很核心的一個問題 像的質量怎麼樣啊 好啊不好啊 到最後又發展成為 像能不能變啊 能不能 processing啊 所以呢這個 就把像值的好壞 由於光學傳遞函數的引路 就有了一個客觀的 公正的一個標準了 還有一件大事 就是激光器的誕生 引起了這樣一個光學領域 甚至整個科技 一個很大的一個發展 革命性 再一個 就是相稱顯微鏡的發明 第一台相稱顯微鏡是在1942年 在二戰期間 開創了光學信息助理技術 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延續到三個世紀七十年代 形成了一個 弗烈變幻光學的一個理論 嗯 那麼發明相稱顯微鏡的珍妮克 在1953年是獲得了諾布爾獎的 嗯 全系數原理的提出Gabbo 也是獲得諾布爾獎的 那麼這個 弗烈變幻光學理論 光學信息處理 這裡頭有一系列的一個 代表人物 嗯 這個 這個 所以這些呢 他們是現在光學發展史上 具有標誌性的幾件大事 啊 那麼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在這個技術上有發展出來一個 BIOptics 二元光學 二元光學 也有叫做Deflective Optics 顏色光學 也有叫做V光學 用一些V透鏡裂症 和V能鏡裂症 或者製造一種特殊的 Phase Deflective Elements 特殊的一些相位的一個 顏色元件 來改變這個光場 改變這個光場 譬如說把高式光速 我通過一個特殊的一個 相位顏色元件 把它變成一個平面波 變成在一個局域範圍裡頭 有一個等下面是平面 而且是政府是很均勻的 請注意在局域範圍裡頭 我能夠得到這麼一個好的 一個平面波成分 這樣無論是在加工 無論是在定向 都是很有用的 譬如說我怎麼把一個光 通過特殊的元件把它改變成功 不僅是聚焦 有一個點 而且是聚焦一條線 而且聚焦成一個環 聚焦成一個環 這個 它的設計 它的製造 以及它的應用 也是現在這個波動光學 向現代發展的一個方向 這個有的時候也叫做波前工程學 不僅工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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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製造成一個篇章結構 一個篇章結構 好 現在呢 我呢 就帶大家來 我來 瀏覽一下 這個 第一章呢 就是飛馬原理 和變質色力光學 第二章呢 第二章呢是波動光學引論 那麼這是很大的一章 第一章是一個很小的一章 那麼這裡頭第二章呢 要講到這個波的一個 一個數學描寫 要講到光波的乾色引論 光波的眼色引論 以及呢 這個 騙人光引論 那第三章 是介質介面光學 和靜場光學顯微鏡 這是一個小章 這是一個小章 來 第四章 也是一個大章 乾色裝置和光廠的時空相關性 而且要介紹激光 這章 這章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浮力液變光光譜儀 多光速乾色 強度相關實驗 中指數乾色實驗 第五章 是多元多維結構眼色 和分形光學 就是我們有了第二章 一個引論 一個平台 理論的平台 做基礎 現在從 從 第四章開始 就是等於 像各個方面深化 磚體的一個深化 像剛才的第四章 是乾色裝置 應用 以及時間 空間相關性 這種深化 這種深化 既包括應用方面的 和乾色裝置 顏色裝置相聯繫 也包括概念 理論在一個提升 像這個時間相關性 和空間相關性 那第五章也是一樣 我們會學習到 一系列 處理這樣一個多元的 而且多維結構的眼色 而在第二章裡頭呢 常常是講單元 一個眼色 因為要講它的 在眼色理論基礎嘛 就是以單元為背景 然後下面呢 就是第六章 伏列變化光學和相應值分析方法 這個應該說也是一個大章 第七章 光全係數 光全係數 第八章 光在晶體中的傳播 第八章 光在晶體中的傳播 第八章 最後一章 吸收色上散射 那麼我剛才講的 脈衝性輻射的色上 或者光固子的概念 就是在這一章裡頭講的 那整個這個學期 六十來學史 要講完這門課 或者是這本書 從去年那一節來看 也是正好 正好 正好 那麼整個的一個教學進程呢 是這麼安排的 第四章完了以後 有一次其中的考試 有一次其中的考試 第四章完了以後 對 其中考試占百分之四十 這個 這個 這個大體上的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大概安排在十一月份吧 這個日子到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的 在一個禮拜以前 現在我也說不清楚 每次我考慮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有很有思想鬥爭的 就是說其中考試要不要考 這個 因為現在學期很短 是吧 今天是七號剛上第一堂課 過不了幾天要十一放假了 對不對 這個 短學期 那麼後來還是考慮到 前幾年提供的數據 就是期末考試的成績 大大的高於其中考試的成績 所以 還是要保留其中考試 當然其中考試嘛 要要停什麼課啊 要什麼 利用我們課上的時間來考啊 我們還要命題啊 樂卷啊 有一大堆的事 常常我覺得怕麻煩 不想 現在還是決定要 這樣子 對你們最後獲得這本課的一個好成績 是至關重要的 那麼剛才那句話呢 反其意 以言之就是 其中考試的成績 就 遠遠差於期末考試的成績 所以因為光學嘛 就是同學們的這個 這個中學的技術比較弱 比較弱 這個沒有像力學 甚至也沒有像電磁學那麼熟悉 再說現在這個光學這個新的內容也挺多 它的內容以及像聯繫的學習的方法 以及眼光 著眼點 都會有所不同 和力學 電磁學 熱學 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有一個適應的過程 有一個熟悉的過程 當然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老師們的命題呢 也都各有自己的風格 是吧 所以也要熟悉一下 期末考試呢 占50% 期末考試的時候 其中考試的內容呢 就不考了 就是光考後面幾張的內容 那麼平時做業的占10% 那麼 那麼 那剛才我把那個 我們的課程 這個內容 也就是書裡頭的這些章節的 平章結構啊 這個 嗯 瀏覽了一遍和大家一起啊 大體知道我們要 教什麼 要學什麼 這個每一章的一些特點 以及教學的一個著眼點 那麼在序言裡頭 都有詳細的論述 啊 詳細的論述 所以今天第一堂課 如果說課後有什麼事情的話 那麼就請各位 把序言好好的看一遍 序言 那麼序言裡頭可以領略一下 這個教學意圖 也可以領略一下作者的這個財情和財思 啊 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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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書出來以後 見到別的老師啊 那我很熟的 他最誇獎的 就是這個序言寫得好 沒有任何這個套話 這是 反正就是感覺很好 這個 這個八月初 這個暑假了八月初 這個在一個全國的一個光學會議上頭 在哈爾濱舉行的 叫做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 高校光學 第十一屆高校光學 和機關物理教學和學術討論會 對 看見了嗎 看見了 嗯 對 拱擊環 啊 拱擊環了 這再更清楚一點 最清楚嗎 這個是到牡丹江 伴女頭家那個地方 牡丹江伴女頭家 這這八個就是參加這個會的我們北大的八位老師啊 這個老師應該認識吧這個 劉淑欣老師 嗯 劉淑欣老師 對 這個 在這個會議上頭呢 我應邀做了一個報告 嗯 這個報告的題目就是基礎光學課程的改革與建設 啊 對 就是這個序言 啊 就是來宣傳介紹這本書的啊 當然我 當然他們的面我沒有那麼說 對不對 這個 如果說我這個特邀報告是來介紹我自己寫的書 那就顯得太俗了對不對 嗯 但是這個 這個要 要介紹的啊 嗯 有一個比這個全國光學界啊 光學教學界 一個了解的一個問題 熟悉的問題 嗯 進而他能夠 採用它或教材啊 作為教材或者作為一個參考書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這個正題了啊 第一章呢 就是非馬原理和變質色綠光學 那這一章是個小章啊 實際上就是兩節的內容 第一節呢 我們來學習非馬原理 嗯 折色綠 它的意義 光層的 它的意義啊 光層的概念 它的意義 非馬原理的一個數學形式 有非馬原理導出幾何光學的三定律 嗯 這裡很強調一個所謂的物像等光層性 嗯 不僅可以導出幾何光學的三定律 有非馬原理呢也可以導出 這個同學們在中學裡頭學習的 球面鏡的 嗯 一個 半竹成像的公式 也可以導出一個球面質色的 一個半竹成像的公式 嗯 所以物距相距 這些光系 嗯 等等吧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 光的傳播規律 如果藉助於光線的概念的話 那麼非馬原理 就是這樣一個光線的一個傳播規律的 一個最高的一個理論的一個概括 嗯 它可以導出三個 所謂幾何光學的實現定律 也可以導出一系列透鏡 反射鏡的一個物像光線 啊 物像光線 所以我們強調了 呃在這一部分呢 我們來學習非馬原理 嗯 這一章裡頭呢 就是來學習變質色率光學 就是摘色率連續變化 嗯 那個老光學裡頭呢 整個的幾何光學的一章 很大的一章 都 大部分的那種都把它剝離出去了 剝離出去了 而保留了這個非馬原理和變質色率光學 嗯 好 那現在 我們來 先引入一個質色率的一個物理量 那麼這個量呢 應該說我們都是比較熟悉的 啊 一個光學材料嘛 一個光學材料嘛 如果是透明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 先問問它的質色率 是不是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 物理量 摘色率 最初 是起源於 實驗上的一個摘色定律 有一個平面的一個界面吧 啊 上方有個界子 下方有另一個界子 譬如說一束平行光 入色 那麼透明界子呢 會發現有一個透色光束 摘色光束 入色角RI1 摘色角RI2 還有什麼入色線 摘色線 在同一個 入色平面裡頭等等 啊 這個叫做斯奈爾定律 發現改變了入色角 相應的摘色角也跟著改變 而保持了它們正旋值 為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呢 就決定於這個兩方界子的 一個所謂的摘色率 所謂摘色率 N1比上N2 3I2 O3I1 那麼常常我們寫成一個 不變量的形式 嗯 好記憶一點 不容易搞錯 入色一方的N1 乘上3I1 等於摘色一方的N2 乘上3I2 這沒有什麼 另外我們還發現 這個摘色率呢 是和波上有關係 同一個戒指 玻璃也好 別的戒指也好 同一種戒指 它的摘色率 應波長而異 這個我們通常叫做摘扇嘛 那這樣子呢 我們常常選擇幾種典型的譜線 Francovy 譜線 一個是在短波的指端 我們叫F線 一個在長波的紅端 叫C線 這個中間的 耶路 納光燈的一個譜線 所以這個486.1 656.3 589.6 也就是4861I 5896I 6563I 這個一個納米等於10個I 一個秒排玻璃 一個是火石玻璃 那麼這兩種玻璃當然有不同的成分 就看一種玻璃吧 它的摘色率是不一樣的 5286.5230.5205 小數的後面第三位有區別 那麼重火石玻璃呢 7328 7205 7076 你看小數的後面第二位開始有區別了 有區別了 那麼會引入一個量 來反應這樣一個光學材料的 一個石上的性能 它的強弱 它的強弱 嗯 比如說石上率 也叫做石上本領 用兩端的那個摘色率差 再比上一個 這個黃光 摘色率和1的差別 1的差別 那麼大概都在10-2的量級裡 50分之一 30分之一 所以講摘色率 必然涉及到這個石上 嗯 石上 儘管石上的理論 在我們的課程裡頭是很厚很厚才講 嗯 那麼摘色率呢 還有新的物理 不僅適合 摘色角和摘色角 它不僅決定了這個摘色的方向 它還決定了一個光播的一個傳播速度 嗯 那麼這件事情是怎麼得到的呢 就有一個所謂的惠根石原理 嗯 惠根石原理 就是說 一束瓶形框 進入到 這個界面 它在第二種界子裡頭的狀況 可以通過惠根石原理 來 找到 用一個刺波 然後大量刺波的一個公共的一個工器面 嗯 然後呢刺波中心 聯繫這個切點的方向 那就是射線的方向 嗯 射線的方向 嗯 這個書裡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 我在這裡就簡單一點 嗯 這樣就決定了一個 摘色方向了 這樣也可以得到 這個摘色角正旋和入色角正旋的 呃 一個關係 結果 得到的結果 是這樣子的 3R比上3R1 等V2比上V1 V2就是這個 這個光波在界子2裡頭的傳播速度 這V1呢也是相應的一個E 嗯 那麼幾難是速度比 所以它 也不會因為 入色角的改變 或者側色角的改變 而改變 這等於一個常數 好了 剛剛 剛剛史耐爾定理給出來了 這兩個角度的正旋比 等於一個摘色率子 揮述色數學裡 現在給出來了 兩個角度的正旋比 和速度比 相連起 所以這樣子呢很快地相等起來 N1 O N2 等於V2 比上V 嗯 嗯 如果我們選擇 這個光是從真空 到一個界子 有兩者的一個界面 如果我們選擇 真空的側色力 用N0 界子的側色力 為N 嗯 那麼就用這個公式 就會得到N0 比上N 等於V over C C就是 這個光在真空中的傳播速度 嗯 那麼其實我們剛才列的1.5幾啊 1.573啊 572啊 實際上都是一個相對摘色率 嗯 什麼意義呢 就是把這個N0 取成為1 真空的絕對摘色率 嗯 有一個如果是N0的話 那麼 真空相對於自己的話 那就是等於1了 等於1了 嗯 這樣子一來呢 就得到了N等C over V 所以一個界子的相對摘色率 數值 給我們了 我們就知道了 一個這個 光在這個界子中的傳播速度 V就等C over N 嗯 這就給出了一個摘色率的另外一種意義 嗯 可以由它來決定 在界子中的傳播速度 摘色率的第三種物理 它給出來了 這個樣一個光波 在界子中的一個波長 N N 或者說N等於Nm0 over Nm0 或者說N等於Nm0 over Nm0 那邊指代就是說 一個光源 青燈 納光燈 水銀燈 這麼一個光源 它有一些特徵的一個譜線 在光譜裡頭 顯示出來了 一些離散的 一些亮的一個譜線 嗯 這個就是這種七體 光源 它的發光的 特徵譜線 嗯 那麼這樣一個特徵譜線 在真空中 有一個波長 當這束光射入界子以後 就會有另外一種波長 所以同一條譜線的光 在此界子中的一個波長 那麼 怎麼導出這個公式呢 你們來看 你們來看 我們知道 從力學頭已經學習到了 波的速度 就等於它的頻率成長波長 這是一個 高於波長和波速的一個 運動學的關係 嗯 什麼意思 它和這個波的 動力學機制沒有關係 和什麼波的類型也沒有關係 什麼聲波啊 電磁波啊 水波啊 光波啊 沒有關係 全部在什麼界子裡頭 都是這樣 所以我把它稱之為 運動學意義算透的 一個 關係 好了 一個普遍使用的一個波速 和波長的關係 是 現在用在我們這個場合 好 真空 光速 等於F0 乘三 南部大零 F0 就是最大 特征普現的 一個 震盪頻率 時間頻率 成長波長 在界子裡頭 有一個傳播速度 我們叫它V 那應該等於頻率 成長波長 F0 嗯 好 那麼剛剛不是 已經知道了嗎 這個摺受率 就等於波長 光速之比 好 嗯 就等於C OV 那麼C OV F0 南部大零 OF 成長波長 現在說 這兩個頻率 要約掉 要約掉什麼意思 就是認為他們 這兩個頻率是相等的 這可不是一個數學問題 這是一個物理問題 一個特征普現 有一個電磁震盪 有一個時間頻率 在真空裡頭是這個頻率 是到玻璃裡頭 是不是還是這個頻率 這是一個物理問題 那麼說 在線性界子的觀察中 腦洞的時間頻率 F 僅僅用光源來決定 和介質無光 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也常常說 這個時間頻率 是光源的一個本證頻率 本證頻率 這樣子 F0和F消掉以後 就得到了這樣的公式 所以這個公式的背後 有這樣一個物理的考慮 有這樣一個線性界子的條件 那你倒過來可以 同意反覆也可以 就是說頻率不變的 就是說光頻不變的一個界子 對 換句話說 如果是非線性界子 就是說非線性界子 就是說這個頻率 就不一定維持在 在這個一個單一的頻率裡頭 固定的頻率裡頭 這個混頻 混頻 就是說一個頻率進去 是吧 再一個頻率進去 如果是線性界子 Om1 Om2 那麼出來的 就是 紅光 和綠光 但是 有一種非線性界子混頻以後 出來的 會有它的和頻 量重頻率 還有差頻 Om1減 還有背頻效應 把綠光一背頻 再背頻 我們很多那個短波的 短波長的 這個你們看過那個實驗室了嗎 就是說 把一個紅光 背頻了以後 比如說1.06的 背頻成功5000 5000多 然後呢 再背頻成2000多 就是說背頻效應 就是非線性界子 非線性晶體 這個以後你們到這個 這個光學研究所裡頭 就可以接觸到很多了 你們這個歷史裡頭 有學過這個波的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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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叠加用力不适用了 这个我在第二章还要仔细讲 飞行业介质很多了现在 这个各种晶体我都背不出来 这个以后再说吧 你这个交流电路里头是学过没有 这个线性电路和飞行电路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X1信号输入 有个Y1信号输出 X2信号输入 有个Y2信号输出 如果我同时输入X1加上X2 我输出一个Y 这个Y是不是等于Y1加Y2 如果等 这就是一个线性系统 就是一个线性介质 这就是一个线性传递 如果不等 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也可以是介质 也可以是力学的系统 也可以是光学的系统 也可以是介质 介质也是一个系统 输入和输出 其实我刚才讲的 就引起同学们的质疑和兴趣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正式说明 就是说有折射率等于光速之比 怎么会得到折射率等于波散之比 其中默认了F0等于F 你默认这一点 你就认定了 这是一种特殊介质 不会改变这个 入射光的频率的 不会改变入射光的频率的 我们先休息吧 谢谢